欢迎来到华尔街科技的全新子栏目 就是华尔街科技排行榜 在新冠疫情仍然在肆虐的当下 很多人发现想要维持或者是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 是越来越不容易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华尔街科技编辑室的各位同人们 想出了这么一个构思 那就是为大家去网络各种各样和科技生活 息息相关的各类物件或者是虚拟的物件 那么大制汽车飞机或者是小制手机 甚至是你的各类的数码穿戴设备 我们都会为大家去找出那些最好用最实用的东西 今天的华尔街科技关注全美航空公司排名榜 根据国际航协IATA的最新报告 航空业在走出新冠危机之后 规模将变得更小 态度将变得更加谨慎 国际航协的总干事威利沃尔什预计 航空业再也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的运力 同时这将是一个更加谨慎的行业 根据IATA预测到2024年全球旅行需求 才能恢复到2019年大流行前的水平 华尔街科技在这里也收集整理了几个机构 不久前发布的2021全美航司的最新评分排名 与大家分享 今天视频内容参考自调研机构 美国客户满意度指数ACSI 市场研究与咨询公司GDPower 以及美国信用卡积分里程旅行网站的专业网站 The Point Guy TPG 根据美国客户满意度指数的排名 2021年份全美各个航空公司的排名中 客户达美航空的满意度最高为79分 排名2至4名分别为西南航空 阿拉斯加航空以及捷兰航空 以上4家航司也是美国客户满意度指数中 超过航空公司总体客户满意度得分76分的航司 指数显示所有的这些航空公司 在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12个月期间的ACSI 平均得分分值上升了1.3% 创下了76分的历史新高 而分析师们认为这些上升的原因包括如下几个 一是曾经采用的间隔座位的做法 为乘客带来了更舒适的体验 第二个是增加的清洁程序 让乘客更有安全感和清洁感 第三则是乘客对于航空旅行价值的认知 持续逐步提高 看完了美国客户满意度指数的排名 继续来看GDPOWER的排名 在他们公布的2021年北美航空满意度研究的报告中 达美航空位居榜首 西南航空以856分排名第二 阿拉斯加航空排名第三得分为850分 吉兰航空则以849分位列第四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则以810分 名列第五 这项年度研究在2020年8月至2021年3月 冠状病毒大流行高峰期间 对于2309名乘客进行了调查 调查了消费者的体验 此项对旅行者进行的调查类别满分为1000分 包括从登机手续 飞机 行李 登机过程和其他方面的体验 如预定机票和机组人员等 在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中 达美航空获得了860分 这是自1995年以来获得的最高评级 而事实上 对于大美航空机组人员的总体满意度上升了26% 比其最大的行业竞争对手高出了11个百分点 此外 该调查称 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 取消更改旅行费用的做法 也受到了航空公司的欢迎 分数提高了47分 JDPower公司的旅行情报主管 迈克尔泰勒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航空业通过简化票物流程 免收改签费和行李费 适应了这个最不寻常的一年 这些都是说服了人们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 乘坐飞机的关键 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 勇敢的面对了彻底改变的旅行环境的挑战 随着客运量开始回升 航空公司希望在乘客满意度方面与众不同 因此保持这种灵活性和对个别乘客需求的认识 将是航空公司的战略优势 达美航空公司实行的安全措施 也受到了消费者的高度评价 比如限制机航的中间座位 以保持社交距离 以及要求人们戴口罩等措施 自新冠疫情大流行爆发以来 达美航空在为保持社交距离 设置中间座位方面 一直处于行业的领先地位 达美航空公司表示 在疫情蔓延了一年多之后 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完全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 这项政策已经在2021年的5月结束 继续来看 第三个也是一个最新发布的榜单 TPG也算是知名的旅航媒体网站 他们在2021年7月下旬发布了这份榜单 对2021年美国的主要航空公司进行了排名 根据TPG公布的排名 达美航空连续三年蝉联榜首 二至九名依次为西南航空 美联航 阿拉斯加航空 美航 简兰航空 夏威夷航空 精神航空 边疆航空 以及中式航空 去年TPG发布了2020年最佳航司 但当时重点关注航司 应对疫情的安全方案 而今年TPG采用了更加传统的方法 通过衡量四个关键类别的14个元素 对航空旅行的总体体验进行排名 包括可靠性 旅行体验 旅客中程度 成本 以及覆盖率 TPG表示 大美航空是取消航班次数最少的航司 同时也很少延误 此外 大美航空还关注休息室和客舱的体验 大美航空在美国航空业的领先地位 得到了其他著名航空专家的认可 其中也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JDPower榜单 该公司发布的这份年度北美航司的满意度研究 旨在衡量乘客的满意度 在这份榜单中 大美航空也同样畏惧榜首 而排名第二的是西南航空 他们在客户满意度 行李兑换费 以及奖励可用性方面得分很高 但因为缺少机场贵宾休息室而饱受诟病 虽然TPG今年采用了和疫情前类似的排名方法 但一些数据仍然受到疫情大流行的影响 比如夏威夷航空 美联航和边疆航空 在疫情最严重时期受到客户投诉的数量 显著增加 这主要与这些航司的退款政策有关 截至2021年8月份 美国航空业已经从疫情的重创下逐步恢复 从数据来看 美国独立日 也就是7月4日当天 机场安检人数并未超越2019年同期 但基本旗鼓相当 而自今年6月份以来 在美国机场安检的总人数屡屡超过200万人次 截至7月15日 甚至两度超过疫情前的水平 美国航司高官们在8月份纷纷表示 国内航空旅行需求已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上午旅行也正在加快反弹 这让美国航空业的复兴远超预期 美国亚特兰大 达拉斯 迈阿密等地的航司培训中心 目前正在争先恐后的培训上千名飞行员 应对已经不堪重负的航空市场 专家们称 受疫情期间大裁员的影响 美国航空业飞行员短缺程度目前前所未有 西南航空表示 目前仍有500名飞行员暂时休假 而被召回的900名飞行员 还超过了西南航空目前的培训能力 发言人称 飞行员每日培训时长达18小时以上 而公司也正在招聘飞行教官 此外 美国航空内部消息显示 将在夏季结束时完成比竞争对手 美联航以及大美航空更大规模的飞行员培训 据悉 目前超过90%的美航的波音737的飞行员 已经在复飞后的737 MAX上完成了培训 大美航空飞行员工会则表示 飞行员的加班时间也创下了历史记录 而大美航空也表示 为今年夏季做准备的相关招聘 和培训工作 已经导致二季度成本增加4个百分点 大美航空预计 计划在明年雇佣1000名飞行员 以增加市场的竞争力 好了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